大家看到总统蔡英文今天南下高雄上午参加了港部旅游中旅运中心 位在高雄港第19跟20号码头的中心 赤资大约新台币45亿打造 拥有1500平的户外海岸平台 今天特别为蔡总统做了完整的简报 现场状况马上连线给记者邱军平 是的主播看到蔡英文总统已经抵达了这个港部旅运中心 那这个港部旅游中心是位于高雄港第19号及20号码头之间 在2013年的时候是赤资了约新台币45亿元打造 那也看到这个现场人员正在为蔡英文总统做这个完整的简报 那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个港部旅游中心整体的未来规划 那在这个简报当中也看到蔡总统不停的提问 那么蔡总统是在这里停留了大概20分钟 整个行程就来结束 那不过在离开之前是被追问了有关于近期 而大家所关心的这个换隔魁事件 马上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 针对被追问的问题 蔡总统都不予以回应就来离开 接下来下午她还是会留在高雄 继续参加这个2020总统府音乐会的行程 好的 以上是现场最新状况 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